不得不说在某些方面 十个任正非可能也比不上一个许家印 您千万别误会 我这么说绝不是说任正非们和华为们 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比不上所谓的恒大和许老板 而恰恰相反 我是想说许家印和恒大所带来的很多不良影响 或者说是一种错误的导向 恐怕是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们 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的 进入八九月份以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中国的企业界 有两位领军人物特别引人注目 其中之一当然就是任正非和华为 随着Mate60的横宫出世 所有的这些鲜花掌声 那简直是扑面而来 人们没有想到 在这样一个被美国层层打压 不断升级制裁的这样的巨大的 就甚至连活路都没有的情况下 华为三四年的时间历经图治 卧薪尝胆 甚至可以反败为胜 那么就是在这样的高光时刻 我们看看 任正非人老 却是难得的人间清醒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说华为还有很多的不足 华为其实一直是以苹果 作为自己老师的 他甚至说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其实都是苹果的忠实用户 因为他们要从苹果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也一再提醒所有的消费者 不要厚华为而薄苹果 更不要把对华为的这种喜爱 变成民粹主义的一种言行 因为这样对社会 对国家 对企业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那么从这些言谈话语当中 我们其实完全能看到一个 谨言慎情 如履薄冰的人正非 那么当然也可能正是凭借着 这样的一些品行 和这样的一种态度 华为才能在三四年之后 置之死地而后生 重新扬眉吐气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一下 恒大和许建颖 那就是截然相反的一种情况了 那其实就是在几年之前 也就是还处在鼎盛时期的恒大 那种风光无两的状态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印象很深刻 坊间甚至有传闻说 许老板还有多达68条的 个人的规定 什么吃水果必须得吃进口水果 出行那得是私人飞机 出门坐车 飞劳斯来斯不坐 甚至去住酒店 人到哪 电梯就必须空到哪 甚至说他的身边多少米之内 除了保镖助理秘书之外 其他陌生男性不能靠近 为了保证许老板的安全 那你看许老板是不是 把我们认为的 这个要去做企业 去挣钱 所达到的一种巅峰 活灵活现的展现在了大家面前 但是现在呢 许老板已经铛铛入狱 很多人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有主播呢 意味深长的说 随着许老板的这个被抓 那么无数人的那颗躁动不安的灵魂 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 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而标志的是某种价值观 某种成功观 某种财富观 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 那说到这儿呢 我就不得不提起来 另外一位很著名的企业家 福耀的董事长曹德旺先生 他有一次啊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说过这么一番啊 让人意味深长的话 主持人问他说 你如何评价啊 曾经的这个华人首富 也是很成功的商人 这个李嘉诚先生 曹德旺说呢 说我不认为李嘉诚 配得上企业家这三个字 为什么 因为在很多的民族大义 在该有担当的很多地方 他不够资格 那曹德旺先生的这种观点呢 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商人跟企业家 真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某种程度上 我们自己可以反思一下 这个过去这么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 每一个我们去做生意 每一个去去去想去挣大钱的人 我们在内心里是更愿意成为像任正非这样的人呢 还是更渴望着过上许家印那样的生活呢 我相信当我们关起门来真正问自己的时候 许家印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被选择次数更多的答案 其实作为一个企业家 除了拥有海量的财富之外 其实更艰难的是如何对待这种财富 还能够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当 恒大的时代呢已经落幕了 那么在已经开始的亲的这个时代当中呢 我希望像许家印这样的成功的商人 还是少一点为好 您说呢 好 感谢收看本期乐观白毕书 咱们下期接着聊